台北市大安区的慈濟志工 举办了五月温馨活动 也前往关怀22年的方兰山庄 陪伴荣明北北 志工关怀方兰山庄荣明北北 还特地邀约仁一会志工前来 为他们的健康把关 不容易站起来 不容易站起来 腿好像比较没有力气 他膝盖会痛吗 三下 所以这个就可以练到大腿的力气 特别跟他们分享 如何去训练我们大腿的肌力 因为我本身是肾脏科的医师 当然也希望说有一些运动 可以对我们肾脏可能会有帮助 陈宇童第一次和志工来 意外获得老人家养生庙方 透过他们的分享跟他们的传承 让我们可以互动 那我们除了陪伴他们 温暖他们之外 他们也会传承一些很棒的经验 志工带领长者御佛 他们也十足同心 动起手玩游戏训练平衡能力 有很厉害哦 有没有 御佛开始 另外大安区社区御佛 在台北约约会举行 张佩如 孩子曾在儿童班就读 更认识慈祭 参与志工培训第一年 殊胜法会不错过 御佛就是让我接近佛陀的 能够亲近佛陀 然后接受佛陀的智慧 让我觉得很感恩 不仅如此 在场的每个人也发挥善念 要把爱传送到花莲 为地震受灾民众尽一份力 大安新闻之下 美志工李怀生 苏锦丽 陈博宇 黄元芬 台北报道